刚刚在解大盘的时候 其实盛姐有带到 这个行情其实法人还是偏中性乐观的 所以我当然就会去找了 来玉堂请上来 最近上礼拜就有这样个迹象 听说三大法人 尤其外资跟投信 追捧的标的就喜欢这三高 什么高呢 股东权益报酬率ROE高 本益比是偏低的 现金股息殖利率是高的 其讲白话叫做高配息 高ROE股东权益报酬率跟高价值 本益比当然要找低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三个高 它的背后意义 因为第一个 因为毕竟在这个所谓空投之际 我们都会找出比较 具竞争令的公司有值 那你值到底怎么挑 第一个我们先从 高股东权益报酬率来看 它的意义 因为股东权益报酬率 其实就是它的获利 去处理它的一个股东权益 就是我们讲资产减掉 副价胜债的股东权益 那股东权益高 那原则上我们可以比较解读 就是说这家公司是追求股东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 因为股东权益报酬率高 代表股东 这一笔钱投进这家公司 我们能获得的一些收益如何 也代表公司的经营 绩效的好坏 所以你说到公事怎么算 是他公司的获利 处理股东权益 我如果把它讲白话说 它的总股数这样行不行 也可以 可以类似这个概念 好 您就这样想 比较简单 我公司赚了3亿 然后股数可能也是3亿 那这样子刚好股东权益 ROE是1 就是如果今天 每一股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对 我觉得类似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投资进去多少钱 回馈到股东身上的 这个金额有多少 因为有道理 我买你的股票 我是股东 回馈到我身上给我的 对 是那个概念 就是我们投资他大概可以 他帮我们赚多少钱 那高股息的意义 因为毕竟在值 有股息代表说 他有赚钱还能够配出来 即便在行情这么差之际 这家公司 我们不用怕他活不下去 因为刚前面带了很多悲观的 哇 有些要倒闭的什么 但有近几年来 近几年来都能配息的 一些获利的好公司 原则上他是安全的 那玉堂我问您 如果说近几年 甚至是近十年或二十年 他都稳定获利 意味着该公司熬过了亚洲金融风暴 金融大海啸 欧债危机 他都活过来 还可以赚钱 那就是标准的 就是在现在当然也很糟 但是他能活下去 你就不用害怕 对 我觉得他是相对安全 这是第二个重点 那第三个所谓高价值 我觉得所谓高价就是说 具备投资的价值 潜在的一个未来成长 那价值到底怎么判断呢 其实我们用这个财务数字 就是本益比 因为好的公司 结果本益比 我们刚刚列的 大概都十倍出头 对 那你就是代表他具备 这个高价值 有道理 对 因为价值来自于公司 到底现在股价有没有委屈 本益比是股价除以EPS 对 结果我赚二十块 股价那么低 本益比除下来才九倍 可见我就委屈了 对所以大概这个是找这三高的原因 就在这边 那我问您 如果法人挑三高 听好了 我一个感觉看 对不对 高ROE是现在进行事 可以帮股东赚多少 所以这是看现在 高股息 过去你都熬得过 所以高股息是看过去 高价值是看未来 您的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 没错吧 对没有错 所以一家好公司 三高就是看现在过去跟未来都要看 对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列了很多 那我们挑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来看 那第一个最近算是四月份以来 外资投信都站在买方的两档半导体的设备 就是盛辉跟汉塘 因为这两家其实跟刚刚盛姐谈到的台积电 其实联动性很高 其实这是法说谈到 其实资本支出还是持续的 所以两家公司原本上 它是比较正面的 那四月以来分别涨幅 都有接近九点五趴跟十三趴左右 还算不错 那原本上第一个盛辉算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技术面 它整个均线架构很强 原则上我觉得可以沿五日线 去找它的一个支撑找卖店 来看一下盛辉 我们挡挡看 对所以我说最近很强 然后外资是 你看这一波四月以外开始买的 所以咯 外资看到台积电 资本支出一毛都没减 有未来 所以跟它相关性的盛辉就跟着 对对对就法说过后就就起来了 那我说因为比较强势的原因是整个均线都已经翻扬了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以这个五日的平均价格作为一个短线支撑参考 五日均线太高的正关力太大 不追对对对对 拉回来要买再来买 拉回来要买 连五红了 这可以连五红 那第二档是汉唐 一样也是台积电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四月以来涨幅更强是三趴 那外资加投薪合计买了两千多张 那技术面是突破了颈线180元的关卡 那我会认为它已经也是一个强势格局 转强了 对 汉唐 对180大概在这里 好长期的颈线这个地方被一转已经突破 那也是这一波外资也同步站在买房 可是我问你 那这个平台价区200块越的过吗 我认为以目前来看应该有机会 只是短线上 我觉得因为突破了颈线 有可能也许会再做一次回测 对对也许有可能 而且它出现了 你看这一档是季线 周线跟季线出现了黄金交叉 当然是一个强势格局 但是我觉得等拉回来 因为这波从130已经冲到190了 波段涨幅也比较高了 汉唐是187 刚刚那一档叫什么 胜辉5536 胜辉多少 也是高价股 5536 5536我们看一下 你为什么 这个要19万刚18万 你为什么要挑这么贵 我哪有钱 我现在连疑问都没有 没有 等一下还有比较中低价的 没办法 这两档就是刚刚谈到三高里面的 没办法 那么小资男女 你看瑞涵姨多帮你 好来看第三档 来 这是瑞涵姐姐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来看群光 好 原来叫你玉堂哥 谢谢 来群光的部分 四月以来外资投信是站在卖方 因为这个外资卖比较多 不过反而卖卖不下去还涨了10% 这个赞卖不下去 卖不下去 那运营它是一个W底的形态 我觉得已经获得确认了 应该有机会再去挑战年限 这个84块1的位置 群光应该价格比较便宜吧 它比较便宜 群光来 对大概八十几块左右 那我刚刚谈到W底的在这 因为三月份的一个底 然后四月它已经先拉回打第二只脚 所以底型双脚确认了 我觉得这是确认了 对对对 那这个颈线差不多就是在年限的位置 大概在82、83块钱左右 那刚刚谈到其实是 外资是因为先前卖比较多 但是投信其实对它算不离不弃 因为投信其实在今年以来 几乎沿路都站在买房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成龙大哥礼拜五帮大家追的 内资多厉害 内资买到股价底型出来 外资才追买 所以聪明的内资外资现在跟 对对对 可是这党也要八万三八万四 对没办法 刚刚那些表都比较贵的 因为你说要三高股 原则上都是比较 当然获利很好的 你说价钱要十几块的 真的很难 好我坦白讲 我们刚刚不是有两表吗 法人买的三高股 其实那两张表这么多 可是我就跟玉棠说 我没有办法当当讲 你把它挑比较你觉得优的 我知道我下次题目就是定 你把它挑价格比较便宜 这其实挑起来 这已经算里面也算便宜的 有便宜的吗 真的因为有些等一下带了很多 也是百元以上的 都是高价股 对对对 我们再往下看了 刚刚第四档来第四 秦城秦城做这个伺服器即可的 那四月以来法人也是卖方一千八 不过也是卖不下去 反而涨了将近快十五% 那原则上我觉得第一个去观察 它的季线的关卡能不能够顺利做突破 它位阶算是在刚才带到更低的 季线在哪 对我们看一下 这个对对差不多 在季线再横在这个位置 然后去看有没有机会挑战 只是法人的部分算是买卖互件 但是我觉得位阶还算比较低 并不是这么高 对因为不要太追高 对对对 最后一档了 最后一档是美绿 这个平概股 其实四月以来 其实外资买比较多 整体来讲三大法人买两千多张 那四月以来涨幅大概6.8% 那我会认为 它的底部有逐渐浮现的味道 来看一下美绿 对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一波是外资占买方 所以它的底我觉得有慢慢浮现 那就顺着刚刚谈到 就是说苹果的新机会不会卖得好 那也许股价就有机会跟上 好 非常感谢玉堂 其实我刚刚是有点亏他 话又说回来 今天如果法人认同 回到那两张 法人认同 他又有本事 拉出了三高的题材性 您说你买我爱他研究 大家都觉得他耗得不得了 大家一起买 股价怎么会低呢 总之法人有青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参考看看 结论跟您做分享 但是大环境得要好 明天台股甚至请上来 您觉得明天的大盘 我们该了解注意什么 对 第一个当然还是一个美国的部分 当然美国现在电子盘是跌的 但是重点是他进入了超级财报州 所以要聚焦这些科技股的股价调整 会怎么样 影响美股 那第二个台股是所有国际股是领先出量转强 均线翻扬 我们认为中期比较偏向多方 纵使短期是一个震荡 那再来近期的法说会 刚刚玉堂提到了 明天的记忆体的历程 比较重要的 跟4月23号的细制财的资源 我觉得可以观察 那台积电启动了第二季的业绩股 是盘面的领头羊 那包含是什么 云端伺服器 就是HEC的概念 NB跟远距教学 还有5G的概念 那指标股包含是返甲 远展 经济跟华通 大家都可以留意的股票 所以圣洁问您 如果明天行情又震荡 这些比较有题材的 应该会抗敌一些 对不对 我觉得会相对抗敌 漂亮 你知道为什么要问吗 观众朋友 现在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半 左右将近 您看一下 下方的欧美股 尤其美股 跌幅稍微在加重了 到底是什么坏消息 疫情吗 还是川普又说了什么呢 昨天一代我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